Hello 各位观众 我是小提琴梁sir 作家是第一个我要介绍给你们认识的小提琴家 他比巴哈还早 大家都清楚 大概早了十年 Vivaldi 作了很多小提琴作品 这一只也是他很出名的春天 你们看能不能想象到他首歌里的情景 他描写春天的来临 人们再歌再舞很开心 后面有着鸟高歌 清泉流水 细素晴然 然后突然有乌云密布雷电交加 雨过天清后 人们又再次欢迎地跳舞 所以 看看你们能不能想象到这些情景 请大家欣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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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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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